男生不知道的女生小秘密 日常篇 女生走着走着 会突然走右抬一下肩膀 她并不是肩膀酸了 多半是因为肩带掉下来了 她要抬上去 女生在回到家时 多半会把身体的束缚都脱掉 脱的时候 还可以直接从搁置窝里掏出来 平胸的女生 冬天时多半懒得穿伴 反正女绒服一套 根本看不出来 平时喜欢披着头发的女生 突然某一天扎了马尾 她并不是换了发型 她多半是今天没有洗头 女生的化妆品通常都不会见底 往往用了还没一半 多半就有心宠了 女生的手腕上 多半会带一根相机圈 她并不是为了装饰好看 而是为了以备不时之需 女生在说没有衣服穿时 她并不是没有衣服穿 多半是去年的衣服 配不上现在的她 女生在吃东西时 表情和姿势非常的怪 并不是因为东西难吃 多半是担心把口红给弄掉 女生在出门时 某一天突然戴了帽子 她并不是换风格了 多半是出门太急没有洗头 女生洗头时 她可以只洗刘海 女孩子洗刘海 也算是洗了一次头 女生的头发 通常都是随处可见 最让男生爆炸的话是 你压着我头发了 女生在穿脸体裙时 你看着她表面光鲜 她上厕所的时候 多半得整个脱了下来 我是不正经学姐 我懂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喜欢就快关注我哟 好 好 感谢观看